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要上這個深度學習理論與實務的第二課。 第二課我們要講的是這個反向傳播及多層感知器。 那當然這個反向傳播多層感知器這兩個名字,對大家來講應該是不可能有聽過的。 那我們先,我們今天的課程開始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上節課最後的問題。 上節課最後的問題是問你說,請問一下邏輯思維規跟線性回歸它有什麼限制? 這兩個是我們以前常常學的統計,就是以前學會的統計方法。 那這個顯然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就是最近我們在講這個人工智慧的話, 大概不會有人認為線性回歸跟邏輯思維規是人工智慧的一部分。 那所以說它鐵定有諸多的限制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邏輯思維規的限制是什麼好了。 這個下面大家把這個複製貼上。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邊是一個函數,就是我現在畫到這裡是一個函數。 就是logistic product。 這函數是幹嘛的? 這函數是可以對一個任意二維分布做邏輯思維規運算。 並且再做一個分類。 那大家來試試看這個函數的效果好了。 我們把這一串語法直接貼到R裡面。 那run。 run之後你在plot的部分。 欸?怎麼沒有出來?等一下。 因為我最後還沒有按。 在plot的部分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這個紅色點跟藍色點啊。 它好像在這個圖上面被紅色區域跟藍色區域給分開了。 這個logistic plot這個函數就是試著把這個你所給定的X跟你所給定的X跟X跟X2。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分類這樣子。 那這個Y就是你的label。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筆數據它長什麼樣子。 這是X1。 這是X2。 那這是Y。 所以說這個就是給定一組數據。 就是給定一組X1X2然後跟它是否為True。 那這樣子它在二維空間上面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紅球跟藍球。 那邏輯思惟歸是可以這樣子把它把這個把籃球跟紅球給區分開了。 在這種狀況下。 那這對他可以發現這件事。 這個就是邏輯思惟歸所畫出來的邊界。 這一條就是邊界線。 那這條邊界線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會發現就是它是直線。 好這是不是暗示了我們一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邏輯思惟歸它其實只能夠處理直線的狀況。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左邊的部分好了。 這個左邊的部分啊。 這個X1跟X2我們先產生一個叫LR1的。 這個LR1是1加上0.5X1加上2X2。 然後再根據這個LR1產生這個Y。 那我們今天假設把這個做一些改變好了。 主要說改成3。 然後再重新執行是。 你會發現它還是可以。 它還是可以這個就是還是可以區分開來喔。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改成這個。 主要說改成這個。 副-5。 大家可以看到還是可以做出來。 所以說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咧? 就是這個邏輯思惟歸在我們的事前這負責性的時候。 就是這個就是邏輯思惟歸的標準式嘛。 就是這個就是Beta0。 Beta1乘X1加上Beta2乘X2。 那在我們事前標準式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邏輯思惟歸其實很好的可以把這個紅球跟籃球分類。 注意一下這個Y是一個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模擬數據啊。 那根據這樣的模擬的結果咧。 我們可以把這個邏輯思惟歸是有能力在這樣的模擬情境下握可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下一個situation。 好讓我們試試看不同分布的效果吧。 這個分布跟之前比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除了X1。 本來這個Beta0加X1。 Beta1乘X1加上Beta2乘X2。 再加上Beta3乘X1乘X2。 這是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們通常在這個醫學院喔。 我們喜歡把這個X1乘X2。 這一項叫做交互作用項。 也就是這個邏輯思惟這個模擬數據產生的過程中啊。 這個它其實是有一些。 它其實是有一項交互作用項的。 那我們把它畫到圖上面來看好了。 你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紅球跟。 紅球跟籃球啊。 它比起上個狀。 上個situation的話。 它唯一的差別就是。 現在我不太可能用一條直線。 把這個紅球跟籃球給區分開來了。 所以這樣邏輯思惟規它其實它主要遇到的困難就是。 它只能夠用直線。 用空間中的直線。 如果是三維空間的話就是一個面。 就把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點把它分開來。 但是你馬上就會發現是。 這個並不是所有的狀況都可以用直線來做分割嘛。 對不對?像今天這個狀況。 我們今天這個狀況。 今天這個狀況。 我把它貼在這裡好了。 今天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多了一個交互作用項。 那如果把這個交互作用項修成0。 這樣是不是又是一個線性情境了。 所以它就可以區分。 那如果把它弄成0.1。 就是很小的一個交互作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0.1好像完全沒有交互作用。 因為它還是直線可分嘛。 我們改0.5好了。 0.5還是一個直線可分的狀況。 那我們來個。 就來說這邊改成。 這邊改0好了。 看0.5。 看效果怎麼樣。 這還是一個直線可分的狀況。 那我們改1.5好了。 1.5看看。 剛剛是3嘛。 好這樣子。 就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它大略可分。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有三個點。 是沒有辦法被這個直線分開的。 可是它。 這個邏輯。 在運算過程中。 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它大致上這邊還是可以看到一條1C的線。 稀疏的線。 然後它可以把這個。 紅球跟籃球做很大程度的分開。 所以這個就充分說明了邏輯之外規的能力。 邏輯之外規。 它只能夠。 它只能夠處理這個。 就是。 它只能夠找一條線盡可能分開。 如果問題不是線可以解決的。 那它都做不到。 那這個問題是線勉強可以解決的。 那它一樣勉強可以做到。 那我們來看這種狀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用邏輯之外規。 把這個問題解決。 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給它加一項。 交互作用項。 這個是R裡面的Formula。 那當我們加上這個交互作用項之後。 我們在Run。 你會發現。 它就可以把它切開了。 它切的這個曲線。 是。 這個。 就是。 這就是它的一個。 就是特殊的這個。 切割的曲線型態。 就是這個交互作用項。 就是特殊的一個。 切割的曲線型態。 那。 各位要清楚一件事。 邏輯之外規如果想要切割開。 而具有這個交互作用的這個。 特殊曲線型態的Data的話。 那我們只能夠在它的式子裡面。 再增加一項交互作用項。 好。 那我們接著再看一下。 這樣子增加一個交互作用項。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事實上不是的。 我們再來產生一個新的模擬數據。 好。大家看一下。 現在新的模擬數據是由這個。 X1平方乘上一個數。 再加上X2平方乘上一個數。 再加上0.4乘上它的交互作用。 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看看好了。 然後我們一樣用這個帶有交互作用項。 邏輯之外規去做這個分類。 分類完之後你會發現就是。 它的確它依稀的有辦法找到一些切割邊界。 但是。 又是切割的不是很好。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這個東西它。 感覺更像個圓吧。 大家應該感覺出來。 這個。 這是一個圓。 這個感覺如果你用人去切的話。 它應該是可以用個圓。 畫個圓。 然後把這些切開的。 好。所以說。 我們要怎麼在邏輯思惠規裡面加上圓的形態。 大家知道圓的這個方程式是這個。 X平方。 加上Y平方。 等於這個R平方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我們就是要加上這個。 呃。 二次方向。 那怎麼加上二次方向呢。 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加。 好。 就是。 加上。 這個。 X1跟X2的交互作用項之外啊。 我們還給它這個。 Poly。 X1。 2。 那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 X1的二次方向。 跟X2的二次方向。 那我們再來畫的話。 你會發現。 哇。 它就可以很精準的把這個。 橢圓給畫出來。 好。 那。 畫到這裡為止。 你應該知道了。 這個。 經過我們大量的實驗。 你應該知道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這個。 邏輯思惠規。 跟線性回歸。 它們兩個是非常像的。 呃。 像的這個。 統計工具。 那它們兩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啊。 它是一個。 它們兩個都是線性預測方法。 那它的預測是。 直接限制了它的發展潛力。 當遇到線性不可分割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一種手段。 叫特徵工程。 像我們增加一個。 X1和X2的這個交互作用項。 也就是X1跟X1的成績項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種特徵工程。 這個特徵工程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手動的去增加一些。 X1、X2的一些組合。 然後包括增加這個X1的平方。 X2的平方等等。 那它們需要用到特徵工程的協助。 才能做到完美預測。 你想想看。 在我們遇到這個。 前面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圓形可切割的方向。 你看我們需要多少鮮艷知識。 我們才有辦法用邏輯思維規把這個圖形給切開。 我們首先我們要發現。 第一個我們要觀察到。 它很像是用圓可以切割開來的。 接著我們還要知道圓形的方程式是平方。 這個平方向就是圓形的方程式。 所以透過這樣的理解。 我們才有辦法說。 噢。 用邏輯思維規增加平方向。 所以說。 才能夠用邏輯思維規把這個問題給切割開來。 那所以說。 欸。 這個。 這個過程啊。 變得非常的違反直覺。 所以邏輯思維規它的缺點主要就在這裡。 所以儘管我們剛剛透過的特徵工程做出了完美預測。 但是在低維空間中。 我們還可以透過肉眼敏銳的觀察。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那個圖像是二維嘛。 二維空間中。 我們當然可以透過觀察去了解說。 噢。 它其實是一個圓形可以解決的事情。 但是。 如果今天的這個。 欸。 輸入變相。 不只X1跟X2耶。 還有X3、X4。 到一個四維空間。 你有可能去四維空間。 在四維空間中做觀察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方法。 能夠幫助我們自動做特徵工程。 也就是像我們人眼一樣。 看到這種狀況我就知道說。 噢。 它就是要畫一個圓。 我們想要把這個過程寫進我們的預測室裡面。 這樣大家知道嗎? 這個過程就是我們思考的過程。 好。 那想要把這個。 就是讓我們的預測室裡面包含自動做特徵工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我們人腦在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好的。 這邊稍微 echo一下我們這個第一節課最開始講的那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在做這個。 呃。 就是在做這個。 資料科學運算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準備一個預測函數。 再準備一個。 這個損失函數嘛。 那之前我們就一直提到說。 這個預測函數啊。 它可以寫的非常複雜。 現在其實我們就是在改寫預測函數的部分。 好。 那這個。 改寫預測函數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希望讓我們的預測函數有可以自動。 自動的做這個特徵工程的這個功能。 那我們來想一下。 呃。 我們要怎麼做。 那第一個直覺的手段就是。 我們來模仿人腦吧。 因為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那所以。 那這個。 欸。 比較重大的突破。 那其實是這個。 1986年這一個。 欸。 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啊。 這邊有個專有名詞。 叫。 Backpropagating。 那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叫它。 Backpropagation。 那Backpropagation。 就是。 我們翻成中文叫。 反向傳播法。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 這堂課標題的第一個。 就是反向傳播法。 那反向傳播法是。 這三位大神。 然後他用這個。 呃。 就是。 他透。 他其實就是。 他背後你去看他的話。 他其實就是微分了。 那透過微分的方法去。 描述說。 一個。 很複雜的預測函式。 要怎麼樣去求解的一個過程。 大家思考一下。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模仿人腦。 那我們來想一下。 電腦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我們就。 那時候研究者就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辨識貓跟狗。 對人類來說這麼容易。 但對電腦來說如此困難。 最大的困難點就是。 人腦會自動幫我們做特徵工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影像之後。 在我們的視網膜中。 它會呈現一個。 呃。 像素的這個。 這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視網膜就是一個像。 攝影機嘛。 它呈現出一張圖片。 但我們人腦。 就可以對它做一定程度的解析。 解析完了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這裡有一隻貓。 這裡有一隻狗。 這樣子。 那。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大腦是如何運作。 那我們就可以模仿它的結構。 自動做特徵工程。 然後自動做分類。 好。 那大腦是神經系統的一個部分。 那。 它是由多個神經元互相結合而成的。 那。 神經細胞的構造如下。 那。 不管是什麼神經元啊。 都可以分成。 接收區。 觸發區。 傳導區。 跟輸出區。 那。 這個。 神經細胞的傳導訊息的過程。 它其實是透過電位的變化。 在接收區。 會收到一個電位改變的訊號。 再交給圖處來處理。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一個標準的神經細胞模型。 那這個。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就是。 它在接收其他神經元的訊號。 然後它接收完了之後。 它要到中間。 進行一個這個。 就是進行一個這個。 就是。 訊息的整合。 那整合完了之後。 它如果覺得這個訊號有超過它的這個。 threshold。 它就會從。 在這個藍色的部分把它發出去。 然後發出去。 它可能會接到別的神經元嘛。 所以。 它又可能是別的神經元的這個。 input這樣子。 那這個大腦就是有很多這個。 這個。 很多的這個神經元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是有很多神經元。 它同時是。 它是。 某些神經元的input。 它也同時是。 後面那些神經元的output這樣子。 那根據這樣的生物學知識。 我們用電腦來模擬一個簡單的神經元吧。 好。 這個1958年。 這個Frank。 他這個。 他。 第一次去把這個神經元把它用這個。 數學的形式把它描述出來。 那他把這個。 第一次用數學的形式描述出來的神經元把它叫做感知機。 perception。 那這個時候其實不能夠叫做神經網路。 因為它沒有網路的架構嘛。 那它結構如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input。 這個input總共有四個。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神經元總共有四個input。 第一個input是一個常數。 就是。 不管怎麼樣它都有個初始的這個。 初始的這個input。 就是一個1。 那神經元一直。 你可以把這個部分想像成神經元最開始的這個。 呃。 它的這個電位的這個狀態。 好。 接著。 X1是第一個神經元的input。 然後X2是第二個神經元input。 XN是N個神經元input。 那我們把它想像成就是只有三個好了。 那這個input進來以後啊。 它要在細胞內做整合。 神經細胞內做整合。 對於第一個。 固定的input。 它有個W0。 去描述它的這個。 呃。 就是它整合狀況是W0。 那對於這個X1的話。 它有個係數W1去。 去做。 在整合的時候。 它用W1係數去做整合。 X2它用W2係數做整合。 XN它用WN係數去做整合。 那接著。 它把1乘以W0。 加上X1乘以W1。 加上X2乘以W2。 加上XN乘以WN。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Summary起來。 也就是說。 大家可以用數學語言去描述它。 就是W0加上W1乘以X2。 加上W2乘以X2。 加上... 全部加起來之後。 我們會產生一個東西。 叫做Wet Sound。 好。 有了這個Wet Sound之後啊。 它在經過Step Function。 也就是。 會不會超過神經元Threshold。 它經過一個Step Function。 去了解說。 它要不要輸出Y。 那這個輸出Y。 它就是True或False。 也就是要嘛是1。 要嘛是0這樣子。 那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式子。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跟邏輯思惟規非常非常的像。 像在哪? 邏輯思惟規。 我們不是用Beta0加上Beta1乘X1。 加上Beta2乘X2。 加上... 等於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我們叫它Linear Predictor。 那我們在第一節課的代號是LP。 那LP完了以後啊。 呃。 現在這個東西。 這個感知機Perception。 它是經過一個Step Function輸出Y。 那我們邏輯思惟規。 是不是經過一個S型函數。 Sigmoid Function。 或我們叫它Logistic Function。 然後產生一個P。 就是這個機率。 所以它們兩個長是非常非常像的。 那Y是0或者1。 那P就是介於0到1。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邏輯思惟規的簡單版。 這個Perception就是一個邏輯思惟規。 那既然Perception它從根本上它其實是一個邏輯思惟規的話。 那其實我們。 它其實並不是特別厲害。 因為邏輯思惟規的問題。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去描述過了。 它就是沒辦法做非線性分類這樣子。 所以感知機有同樣的問題。 它同樣只能夠做線性分類。 那因為大腦的構成不僅僅是使用一個神經元。 那既然邏輯思惟規的構造跟神經元很像。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把多個邏輯思惟規結合在一起。 然後試著用多個邏輯思惟規來描述大腦的樣子。 那我們不要拿一個太複雜的架構。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架構。 而這個架構被稱為多層感知機。 Multi-Layer Perception。 這個Multi-Layer就是多層的意思。 那感知機就是我們一開始前面講那個單一神經元的格式。 那所以說Multi-Layer Perception就是意思就是在描述。 我把很多的感知機。 實際上很多的邏輯思惟規啦。 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預測函數。 所以說這個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已經把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標題已經破題了。 就是反向傳播。 就是在描述求解多層感知機過程的一個數學方式。 那多層感知機就是把很多的感知機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把很多的邏輯思惟規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邏輯思惟規。 這個假設我們的Input分別是X1跟X2。 X1跟X2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假設身高跟體重做一個輸入好了。 然後我們想要預測它的年齡。 那這個對於這個紅色的部分是第一個邏輯思惟規。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第一個Perception。 第一個邏輯思惟規它的Input分別是有一個常數項。 所以常數項是W01去決定的。 那接著有一個W11。 W11負責去乘上X1。 W12去乘上X2。 那把它整合起來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Output叫做H1。 那接著有第二個邏輯思惟規。 第二個邏輯思惟規是W02。 然後加上W22乘上X2。 加上W21乘上X1。 然後把它整合成這個H2。 那接著H1跟H2。 再把它整合成一個O。 O是Output的意思。 那這個O就等於W30。 加上W31乘於H1。 加上W32乘於H2。 然後產生O。 那這個O一樣也是一個這個。 注意由於這個紅色。 藍色跟綠色的部分都是Logic Regression。 所以這個H1它是介於0到1。 H2也是介於0到1。 那這個O也是介於0到1。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O來去描述說 這整個式子它其實就是一個 邏輯思惟規的加強版。 對不對。 因為它的最終它的輸出 還是一個0到1的數值。 只是中間的結構不一樣。 那我們用數學語言來描述它吧。 為了簡化這個預測方程。 我們使用一些函數組合來描述。 第一個是線性預測函數。 也就是給定我一個Input X1跟X2。 然後這是DK一個L預測函數。 那它實際上就是W0K加上WK1X1加上WK2X2。 那這個大家可以想像成 以這個第一個式子來講H1這個。 H1它就等於H1它就等於L1然後X1X2。 然後它就等於W10加上W11乘上X1加上W12乘上X2。 這樣可以理解這個線性預測函數的意思。 接著 邏輯式轉換函數SSIGMOID function。 SIGMOID function就是 這個邏輯式會規產生一個LINEAR PREDICTURE之後。 它就是要經過一個Logistic function 然後去把它產生成 壓縮成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所以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了這兩個方形之後 這兩個方形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基本函數。 它是由這兩個函數組合成的。 所以這個H1,H1就是我們第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H1第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先把X1跟X2經過LFUNCTION LINEAR FUNCTION去產生一個LINEAR PREDICTURE之後。 再經過一個SFUNCTION把它轉換成0到1之間。 並且輸出H1這個函數。 那這個H2呢? 這個H2呢? H2就是經過第二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這個SFUNCTION是完全一樣的。 SFUNCTION並沒有參數。 所以這任何東西經過SFUNCTION 它產生出來都是0到1之間。 它產生一個H2。 這是第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這是第二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接著把這兩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output 把它丟進第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那進入第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之後呢? 它產生這個O。 那我們就要用這個O來去做這個預測。 好。 那有了多層感知機的預測函數。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預測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樣子。 就不管它寫的再複雜。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這個預測函數可以寫的很複雜。 那現在這個預測函數是三個函數的組合。 它看起來是蠻複雜的。 所以說這個。 但是我們還是寫下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再一步一步求微分好了。 那另外就是你有了預測函數之後。 你還要定義你的損失函數嘛。 那你的損失函數是什麼呢? 畢竟這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損失函數是這個。 你的損失函數其實就是這個cross entropy。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已經這個。 已經這個。 已經這個。 就是。 已經就是。 已經去推導過了。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要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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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呃。 我們現在就是目標就很明確了。 就是。 在第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裡面。 總共有。 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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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參數需要我們求。 這三個是代解參數。 那第二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裡面。 這個。 W20。 W21。 W22。 這三個是代解參數。 然後接著。 W30。 W31。 W32。 這三個是。 一樣也是代解參數。 所以我們這整個預測試裡面。 總共有九個代解參數。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找出一組。 數字。 也就是這九個參數找出一個value。 然後使著整體的loss最小化。 那我們一樣是使用t度下降法求解。 那如果我們要使用t度下降法求解。 我們是不是要求到這個W10它的偏導函數。 W11它的偏導函數。 W12它的偏導函數。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透過這個隨便代一個數字。 然後用t度下降法。 然後去把這個所有這個。 這九個數字等於多少的時候會有最小值。 把它就是。 把它求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複雜的微分其實是有規律可行的。 這個式子要微分實在是蠻困難的。 對不對。 但是一樣我們會用到微分技巧。 不會很多。 第一個是連鎖率。 連鎖率這個我們上節課已經講過了。 就是如果hx是兩個函數的組合。 分別g of x再f of x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先對g of x的微分。 再對g of x裡面的x微分。 好。 那s型函數的微分。 這個就是它微分完之後就等於自己乘上1-0自己。 這個低刻就有詳細的解法。 那cross entropy的微分呢。 一樣低刻有詳細的解法。 會變成這個p-y除以p乘以1-p1。 那。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求這個w10 w1。 w12。 所有這九個w的這個偏導函數了。 那我們先求我們先從這個比較外層的這個偏導函數開始求起。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現在要求微分的時候。 我們是求cross entropy在這裡。 那cross entropy有了之後。 我要先求的話 其实我们先求这里会比较简单 就先求第三个logistic regression output会比较简单 那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先求最外面 最就是最最后的这个最后一层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我们再依序往前求的话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求解过程是有点像这个 预测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带过去 它是一个正向的过程 那这个在求解过程是反向的 先求这个最最最接近output的这一层再往前求 这个是不是有点反向的感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求解过程 被命名成backpropagation的意思原因 那我们现在来求这个w30的这个偏导函数 w30要求偏导函数事实上我们就对这个 y跟o的这个cross entropy的这个结果 然后来求这个微分嘛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式子用连锁率 把它拆开成先对o求微分 再对o求w30的微分 好这样可以理解吧 这个式子拆成这个式子就是用连锁率 好那这个式子的微分 就是o减掉y 然后除以oi乘以这个1减oi 这个可以理解吧 那对于这个式子求微分的话 这个式子我们还可以先对sfunction求微分 再对linearfunction求微分 对sfunction求微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成用连锁率再把这个部分拆成这两个部分 先对s函数求微分 再对linearfunction求微分 那对s函数求微分这样我们又可以放下来 它就是s函数自己本身 在乘上1减掉这个s函数的output 这样可以理解吧 这一串等于这一串 好接着 对l这个函数求微分 我们把它展开来好了 把它展开来的话 我们可以获得这个w30加上w31加上w32 h2 那这样的部分我们要对w3求微分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 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o 因为我们的o就是我们s函数的output 我们把这个o产生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部分换成1减o 那这个部分对w30求微分的话 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结果就是1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再乘上1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结果 那接着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可以约分 约分完了之后w30它的偏导函数 就是展成n分之1oi减掉yi 好这样可以理解 那对于w31它求这个偏导函数 它的过程跟这个w30一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在最后的部分 不一样 它这个部分它的系数是h1i 所以它的这个结果就是w30的这个微分结果 这个偏导函数再乘上这个h1i 好这样可以理解吧 这个这样看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吧 大家应该有感觉 然后接着在w32呢 w32就是把这个h2i的这个系数把它放下来 最后你就会产生这一个 就是这个 这就是w30的32的这个偏导函数 这整个就是w30 w31跟w32的这个偏导函数的球解过程 其实就跟这个我们之前在球的逻辑是h2i 非常非常像 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球好了 我们还要球w20 w21 w22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往下球 球比较远的部分 w20 w20这个就是这个偏导函数怎么球呢 它就是求说这个我们继续往下 球到这个w对这个东西球为分 这个是w30的这个部分 就是球到 我看一下这个部分要怎么讲好了 好就是我们球到了这里为止 就是我看懂了 我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一层一层拆 我们一样先把这个 我们从这里开始好了 我们拆到这里为止之后 这个 这个就是cross entropy 这个就是cross entropy的这个 这个就是cross entropy跟这个 前面这个s函数微分之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个linear function 我们要变成要求w20的微分 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继续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这个 因为这里没有w20嘛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w20在哪里 w20应该是h2的这个 h2跟h2有关嘛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就是w20我们要从h2往下求 那我们会留下系数是不是w32 因为跟这里就无关了 所以我们就留下w32 我们把它移出来 然后我们要对h2 然后求这个w220的这个微分 那这样的话h2是什么 h2就是x1跟x2先经过linear function 再经过x function的结果嘛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换成这个部分 换完了以后咧 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先对x function求微分 这个用连锁率把它拆开 先对x function求微分 再对linear function求微分 那对x function求微分的结果我们已经很熟悉啦 也就是这个东西的output是h2嘛 那所以就是h2乘上h2 1减到h2 然后再乘上这个linear function对w20求微分 因为w20求微分的结果就是1嘛 所以我们就把1拉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w20的这个微分结果 那接着w21的微分结果呢 哇那就很简单了 因为你就是把这个22的系数把它拉下来x2 那你把21求微分的结果就是把x1的这个系数拉下来 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结果 那这个对w22的微分呢 就是把x1换成x2 那w10的偏导函数呢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求解w20的过程中 我们把x2换成h1 换结h1的话这个系数自然就要换成w31 这个系数换成w31以后 那后面的过程完全一样 所以它的缝会长得跟前面很像 只是把这个w32改成w31 然后把x2改成h1 然后h2改成h1这样子 然后它的系数一样也是1x1跟x2 所以透过这个整个求导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9个式子的这9个代解参数的偏导函数 我们就通通都求到了 好 接着我们要做练习一拉 就为了怕你看不懂空式 我们帮你写成公式的样子 这个公式的样子 就是我们帮你写成 就是刚刚偏导函数的样子 那我们先把它复制贴上好了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最开始有一个x1一个x2 然后你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是用平方向来产生的这个LR1 然后产生Y 然后接着你在forward的部分 forward就是你在预测过程中 你需要一个x1 function 然后接着还需要一个h1 function h1 function是负责把这个 把这个x1跟x2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 把它组合起来之后 这个再经过这个w10 w12 w12 w11 w12这三个系数 把它产生这个linear predictor 再经过x function 去把它做一个output 那h2 function呢 它跟h1 function非常非常的像 那这个o function呢 o function就是output function output function它就是把这个 h1跟h2当做input 然后去求得这个linear predictor之后 再用x function做output 然后loss function就是长成 就是o跟y的这个组合 那接着differential function w30它需要哪些元素 它需要o跟y 那这个w31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它需要哪些元素呢 它需要o1 它需要oh1跟y 所以你需要先求到h1 你才有办法使用h3的w31 这个differential function 那w32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你同时需要oh1 h2跟y 所以你其实前面的过程啊 你全部都要全部做完以后 然后你把这个 它的output把它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啊 你就要负责把这个differential function 一个一个带进来 然后带进来之后 你才可以求得它的这个pandle 就是它的这个t度 那有了这些过程之后 我们这个东西 这些式子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t度下降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好t度下降法过程 我们先把答案把它这个贴下来好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t度下降法的过程 就是我们现在要产生一个h wMatrix 这个wMatrix啊 是就是这九个式子的这个 这九个参数我们每一代它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就是我们第一代的时候 它通通都是0 好大家有感觉 第一代的时候它通通都是0 都是某个数字 然后第二代 这是第二代的这个value 第三代的value 第四代的value 意思类推一直下去 那我们先随机的设置一个起始值 注意哦 这里很重要 我们再也不能够 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 如果不使用这个 就是这个随机的起始值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这一行意思是 经过这一行 我们再看一下wMatrix的结果 一代的结果是 就是一归随机的乱数 那我们根据这些随机的乱数 那我们根据这些随机的乱数 就是随机的在这个 久违空间中随机丢个点 接着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些点 然后根据它的梯度 把这个结果把它求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orward部分 current h1 就等于先把 就是 i-1代的 就是上一代的 WMatrix的第一项 跟上代的 W11 上代的 W12 把它带进去之后 然后再接着 x1 跟x2 然后把它带进来 它会产生这个 current h1 那我们把 i-2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个整个过程 i-2 这current h1 我忘记把它全部把它放下来 所以我们先把它全部执行次 执行完之后 i-2 那我们来看一下current h1 它是多少勒 它就是这 这50个数字 那current h2呢 它是这50个数字 那至于它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不管它吧 就继续 那这个current o current o 就是把current h1 跟current h2把它带下去 然后接着用 w30 w31 w32把它带进去 它就会产生current o 然后它的loss呢 它的loss就是把current o 跟y 把它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这个组合 然后接着在做back progression的时候 哇 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像 就 W 上一代的 这个W11 减掉LOR 乘上 W10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它要带哪些数字呢 它需要带 Current o 跟current h1 跟 这个 现在的W31的系数 再加上y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产生 这个W W10的这个系数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W matrix 好大家看到吗 经过一次的迭代之后啊 这个W10 做了一些些微的改变 那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W1 W 剩下的部分 它做这个 全部的改变 好 这是我们的起始值 然后看经过了一代之后 它似乎 沿着某一个 不特定的方向 做了一些移动 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这整个过程 把它全部run完 好 run完之后 我们最后求到的这个W matrix 这个 最后一笔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 求出来的系数 好那大家 我们可以跟这个答案 做一个比较 好不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呢 来我们就是 我们再产 我们利用这个 Wi这个系数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predictor 怎么做predictor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orrentO 就是 这就是最后一代的这个output 这个correntO 大家可以看到 有高有低 对不对 有高有低 那跟我们Y做比较好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经过这样子 呃1万次的迭代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诶这个 Y等于1的时候 这个correntO 似乎数值就比较大 Y等于0的时候 这个correntO的数值就比较小 诶 这是不是真的就很像 逻辑思维规了 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逻辑思维规 它的这个原始 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用逻辑思维规做的 因为这里有平方向 对不对 如果你把这个X1 X2跟Y的 把它拿来 用这个logistic plot的话 然后你不加这个 不加这个交互作用相跟平方向 它是没有办法切割的嘛 但是透过这个 你的这个 呃 这个 球解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诶 它似乎就变得有点准 那我们把这个过程把它图像化 你会发现 哇 这个我们直接是使用 注意啊 注意啊 我们在这里我们直接是使用这个 呃 就是 这个WMatrix的结果 这就是最后一笔资料嘛 我们用WMatrix的结果来做predict function 然后把它产生成这个image 就是把它产生成这个图像化之后 你会发现 它组合了三个逻辑思维规之后 它居然可以画出曲线 也就是这个 呃 就是 我们本来是要自己做特征工程的 现在透过我们把三个 逻辑思维规直接结合在一起 它就自动可以做出特征工程 好 透过刚刚的实验 我们发现 组合多个人工神经元 也就是 邏輯思维规啦 它达到效果是令人非常的 exciting 但是 每次增加神经元的时候 都会导致微分过程的变化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非常的难扩展 毕竟 我们现在要求解的话 呃 是要 都要手动求微分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增加神经元的过程中 又不会 又可以微分 微分的形态又不太会改变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矩阵的微分 透过矩阵可以把多层感知机组合成 较为简易的公式组合 那大家可以用这个 大家可以用这个 方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矩阵式要怎么看好了 这个 如果你给定一个X 这个X就是 X1 X2 X到XN 那这个X啊 这个X是 这个第一个 好 注意一下 这个X 这个X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是 这是同个人 所以 这个 这个第一个项 第一项就是人 然后M 它总共有M个 就是M个参数 就是有M个这个 Input 那以刚刚的例子就是两个Input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X是 某一个人的数据组 这是某一个人的数据组 那这个某一个人的数据组啊 它怎么跟W做结合呢 它就可以 这个某一个人的数据组 它就乘上 这个某一个人的数据组 它就乘上第一个 这个 这一个 这是第一组 logistic regression的系数 这是第二组 logistic regression的系数 然后这是 第 这个 第M组的logistic regression的系数 然后这样子的话 矩阵的乘法 大家怎么乘 这样乘完之后 这个东西乘下来 它就会产生一个 这个 它就会产生一个 output 这个output就是 对于这个人来讲 第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这也是 第二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第三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到第M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对不好意思 在这里 刚刚有人提醒我说 这个 我刚刚说 我要做一个实验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在求 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 start random value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在求解 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这边是使用 random value做起始值的 但是我们之前的实验中 我们都是用0做起始值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行 给舍弃掉 我们再做一次 看结果会怎么样 好 在做完之后 我们再使用前面的这个 图像画函数 把它图像画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诶 你会发现 诶怎么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 它为什么又去切线性了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 重新再做一次 这个过程就知道了 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i等于2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过程 i等于2的时候 我们一样在做这个过程 Current H1 H2 跟Current O 那我们来看一下Current H1 是多少 0.5 Current H2 是多少 0.5 0.5 所以Current H1 跟Current H2 会长一模一样 那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W10 W11 跟W12 和W20 W21 和W22 它们全部都是一样的数字 所以Current H1 和Current H2 会长一模一样 那长一模一样 你回头看这个式子 我们看W1 W1 W1 因为它也被你射成一样 对不对 因为你即使直通都是0 那W3 W3 1 跟W32 它长一模一样 那H2 跟H1 它又长一模一样 所以 永远永远 这个不管你执行多少代 我们把这个过程全部执行完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 WMatrix 它的W10 W11 跟W12 它永远跟W20 W21 W22 完全一样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事情呢 那也就是 其实你的Logist Regulation 你看起来像两个Logist Regulation的组合 实际上就是 把第一个Logist Regulation出去之后 再产生一个Logist Regulation 所以这样又是现金组合了 第一个Logist Regulation出来 这两个其实可以整合成通的 你经过一个Logist Regulation 它已经只产生一个数字 这个Logist Regulation 这个一个数字 再经过Logist Regulation 它完全不会有任何改变了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 在从多层感知机开始 我们的Start Value 都需要经过随机化的过程 不可以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的话 它 最中间的Logist Regulation 它的这个T度 就会完全一样 那从而导致 它细数到最后是完全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来讲 这个矩阵化多层感知机的部分 这个矩阵化多层感知机的部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就是我输入一个X之后 然后我产生一个W W就是很多个Logist Regulation系数的组合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Linear Output 接着这个Linear Output 它就可以经过S型函数做一个转换 这样我就可以产生很多个Logist Regulation Output 对吧 对任何一个人 它有M的数据 那我就可以产生第一个Logist Regulation 好 那大家要知道的件事 如果对这个X做 对这个L Function做这个W W系数的这个维分的话 它其实就是XT 它其实就是RepeatXT第一次 它这个结果 这是矩阵的维分函数 那你如果 反正你不会解的话 你可以这么想 就是实际上 我就是把它的系数给提取出来 那它的对W0 W它的系数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X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X X实际上就是 对这个 对W进行维分之后 它的这个T度 好 那我们把多层感知机设行取证式 S函数的这个结构 跟它的维分结果 这个就不用我们再多说了 那我们把这个多层感知机的 这个预测函数 把它写成取证式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假设一开始有个人 它的这个input是X1 X1 这个1 上标1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矩阵的第一栏被填满了1 你会知道一件事 刚刚单一隐藏成的神经网络 这个 这个W 它有个W0 W0它叫乘以1的 这样可以 所以这个 给定一个X1 和一个W 第一层的这个W 那它就可以产生一个L1 那这个L1它的维度是多少 它的维度是D 这样可以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再经过X函数的转换 它就产生了H1 这是第一层所有神经元的这个output组合 那接着 再经过一个L2 L2是第二层感知机 多层感知机的第二层 把W1 W21 把它跟这个H1 把它组合起来 它就产生一个L2 那这个L2就只有一维 所以这个 第二层感知机 它的output只有一维 这个是 第一层感知机的output是D维 那这个 刚刚的例子中 这个D等于2 那这个产生一个数之后 我就可以再经过X函数 然后产生output 那这个output又是一个 介于0到1之间的数 好 那矩阵同样需要求解这个微分方程 但这个求解过程比较难 所以说就 我们就直接看结果吧 那这个loss function 等于这个cross entropy 这个一样嘛 你就要求得了之后 我们一样有这个loss 那对于这个 这个求解这个 矩阵的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比较简单的方法 是一层层求 就我们先求这个loss 这个gradient O 就是O 我们先对O求这个 就是它的gradient 你会发现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 cross entropy 对cross entropy求的微分 那所以就是gradient O 就是O-Y 除以O乘以1-O 那对L2求 这个它的gradient L2呢 它实际上就是 先对O求gradient 那就是gradient O 在乘上对O求这个L2的微分 那对O求L2的微分 O是什么 O是S函数对不对 L2 那对S函数求微分 是不是就是 这个 自己乘上自己本身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 把下半部约掉了 所以gradient L2 它的等于O-Y 这样可以接受 那gradient的W2呢 它事实上就是gradient L2 乘上对L2求W1的微分 那W2-1的微分是什么呢 W2-1的微分 事实上就是 H1的T 然后转至矩阵 再乘上gradient L2 这边 这边涉及了一些矩阵的变换 注意一下 这个符号是所有暗元素相乘 然后这个符号是矩阵乘法 所以在这里是使用矩阵乘法 在这里是使用暗元素相乘 所以这个过程呢 大家如果对矩阵的微分 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也就是 它还是一层层的解 对不对 先求O的T度 再利用O的T度 去求L的T度 再利用L的T度 去求W的T度 那再利用W的T度 L2 L的T度 去求H的T度 再利用H的T度 去求L的T度 再利用L的T度 去求W的T度 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就是 这一个 就是 你要矩阵化多层感知机的 你要求微分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 我们建议你 就是 一定要数学的部分 你回家一定要好好练习 就是 你一定要看懂这整个过程 那练习二 我们再试着实现矩阵化的MLP吧 那我们试着用 我们用程式码来描述上市市值 我们把它 全部都这个 全部都把它复制下来 好 对于这个结果来讲 这个SF跟LF LF就是 我把这个 X跟X矩阵 跟Y矩阵把它吃进去之后 那要怎么做结果 要怎么做这个运算呢 就是先把这个 XCB1 产生 X.E 那X.E 再跟W矩阵 相成L 然后就Return 这个L 那这个S函数 function 跟Cross Entropy function 跟之前一模一样 好 接着 那个 Backward的方向 这个 Backprogression的部分 我们先求 这个Grantian的O Grantian的O 它Input就是 O跟Y 那这样我们就会产生O的Gradient 然后接着 这个L2的 这个 GradientL2呢 它需要Grantian GradientO 跟O的这个组合 对不对 好在前面我们来往前看 L2 需要 GradientO 跟 这个东西的组合 所以我们需要输入 GradientO 和O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得 GradientL2 那 GradientW2呢 需要输入GradientL1 跟H1 大家看一下 W1 等于GradientL2 跟这个 CurrentH1 好 那有了这个H1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H1 变成H1E 然后再把H1E 在这个 转置之后 再乘上这个 GradientL2 再除以N 这个就是这里 除以N 就是在这里的式子 好 那H1的Gradient呢 就是Gradient1的H2 L2 再乘上 再跟这个 W2 做一个 矩阵乘法 GradientL1 呢 把GradientH1 和H1 再做一个组合 然后GradientW1 呢 就把GradientL1 跟这个X 再做一个组合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个T度了 那我们现在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我们随机决定 这个T度下降法要怎么求 随机决定一组W2 跟随机决定一组W1 有了这两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利用T度下降法 要求得W1的W2的Gradient 跟W1的Gradient 然后依序 把W1跟W2的这个全集值把它求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练习2的答案 练习2的答案长成这个样子啊 这是一个 我们写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可以指定我们要这个 就是 要有几代的这个迭代 然后它的隐藏层是几层 那它的Learning Rate是多少 然后并且输入它的X1 X2跟Y 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这个我们可以往下看 这个Forward Function 跟Backward Function 就是完全造钞而已 然后Calculate的时候 我们先把XMesh 我们先把X1跟X2 把它整合成XMatrix 接着产生一个W1List 跟W2List 去储存它的这个 就是运算结果 然后这个Loss Sequence 这里啊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把这个 就是结果也存下来这样子 然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给它一个随机的起始值 这是第一代的W1 W1的这个矩阵 然后跟第二代的 第一代的W2矩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经过 这个Forward跟Backward的函数 并且在这里用T2下降法求解 那Forward的部分呢 Current的L1 就等于XMatrix 和这个I-1代的W1 去这个 去产生 那Current的H1 就是对这个L1 这个求这个XF 那L2 Current的L2 就是Current的H1 和这个上一代的W2 去求解 那求解完之后 最后产生O 那有了O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Gradient的O 就是这个Current的O 和Y的组合 然后接着 依此类推一直往下 然后组合完了以后 我们最后就可以用 这个W2 现在的W2 就是上一代的W2 减掉LOR乘上 当前的这个W2T2 那同样的这个W1 也是 也是这个 W1也是一样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求得 W1跟W2的这个组合 那下面的过程比较复杂 基本上就是把它图像化而已 那我们来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Function好了 有了这个Function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如果我们用 两个隐藏层的神经元 加上0.1的学习率 我们得到的答案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画出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跟我们刚刚一样 它有 它有一点点这个 可以这个 就是 可以这个区分的能力 那我们把这个 两个神经元改成 我们把两个神经元改成 这个 五个神经元好了 你是不是发现 你是不是发现画得更好了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这个 当我们神经元越多的时候 它可以画出的那个 它就越来越像我们人脑 它可以画出的那个曲线的样子 就更加的 更加的标准这样子 好你可以试试看 多给几个这个 神经元看的效果这样子 好那有了MLP之后 实在是太方便了 现在我们只要透过 简单的 增加神经元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 任意形状的分类任务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 就是假设MLP 就是Multi-Layer Preception 它可以完美的分割出所有样本 那它会不会学习出离谱的边界 像下面这个样子 就来说我们现在要分割 红球跟 红球跟篮球 那如果你给了它100个神经元 它绝对可以 绿线绝对可以 完美的切割出这个 红球跟篮球的这个 就是这个边界 但这个边界好吗 会不会 我们用这个 黑线来当这个切割边界的话 会更好 所以说 呃 我们 我们现在要 我们现在 有了这个 多层感知机之后 多层感知机 对于我们的这个 对于我们来讲太强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要想个方法 来不要 就是不要让这个 多层感知机这样 无限制的去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就是 边界把它区分开来这样子 那一个比较简单 我们试着 为我们的样本 增加点杂讯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为我们的样本 增加点杂讯 我们继续用刚刚 电器提的那个 多层感知机 我们现在 给了它增加一些杂讯 就是我们的 LR1 除了X1 跟X2以外 还有增加一些杂讯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分类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分类的似乎 就不是很好的 对吧 好那 好像有许多样本 被错误分 那我们现在来试了一件事 我们把神圈改成100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它的这个分割 分割的这么奇怪 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不太确定 对不对 所以说 假设我们有这个 就是假设我们有 我们现在 我们甚至可以 把它弄成1000个神经元 我们确定一下 我们1000 可能要运算了点久 我们用500个神经元 好了 500个神经元 要跑这么久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切割的边界 变得又更恶心了 对吧 所以说到底多少个神经元 是充足 是足够呢 这个我们好像 没有办法这样很好去确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在强大的非线性分类器 那这个非线性分类器 再发展久一点 你就可以把它 教人人工智慧了 那只要你愿意给它 足够的脑 记忆体 事实上就是神经元树木嘛 那你绝对可以把所有训练样本 都正确分类 但是如果它面对未见过的样本 就不见得有同样良好的 这个分布能力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做考古题做得很好 不见得 我们只是把答案都背起来了 但是考古题里面假设是有错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背到了错误的答案 这样我们面对到未知的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很有可能 我们其实记住的东西 就不是真正要给我们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分布产生资料 并且把前50个data做为training set 后50个data做为testing set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重新写一个MLP的训练函处 那它可以同时呈现 就是预测的 就是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回去自己看这个 就是里面的过程好了 它其实过程跟前面很像 只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把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把它弄出来 接着我们 根据这个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它这个 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 把它做一下好了 好 我要先全部执行一次 好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五个神经元的时候 training accuracy是78% testing accuracy是74% 那如果我们把神经元增加呢 那如果我们把神经元增加呢 舉例来说我们增加到100% 现在我们是不是training accuracy 虽然上升了 但testing accuracy 是不是就下降了 所以说 其实神经元不是越给越多越好 我们必须透过就是额外的这个 我们必须切割一小部分样本 作为testing 你去了解说 我们的model到什么的情况下 就差不多可以收尾了这样子 好 那练习3就是如何决定最佳的神经元数量 那我们如果 我们需要在不使用 测试数据集的状况下 得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如果测试数据集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如果你把它 你对它做overfitting之后 那真实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 真实的结果很有可能也这个就是 也被我们高估了我们的准确率这样子 不使用测试集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再把一个一小部分切割出来 那怎么切割呢 就是用验证集 作为这个 就是把一小部分切割成验证集 那验证集怎么切割呢 大家可以这样看 就是我们可以先经过一系列的实验 这个实验怎么做呢 也就是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语法 我们本来的这个NLP函数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X1 我们把第一笔到第三十笔的X1 的Data 当做是training data 然后把这个 第三十一笔到第五十笔的部分 当做test validation data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诶 当我们给五个神经元的时候 这个准确度是70% 那 如果我们给 20个神经元呢 就我们这里赶20 准确度还是70% 那如果我们给 我们给这个 那我们给十个神经元呢 准确度是65%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是 20跟5 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神经元为5 5是最佳模型 那我们把全部的训练量本 通通 神经元数量为5 及20再训练一次 这样我们 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哦 它的testing set的表现 事实上 五个神经元表现是 百分之 这个 百分之 70 那20个神经元的表现呢 百分之70 一样好 不过这个training accuracy training accuracy 反而有点下降 是不是 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们 我们要透过一些 就是透过就是增加 增加个 variation set 那可以帮助我们增加 这个就是 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 帮助我们在没有 不使用testing set的状况下 然后去决定我们最佳 神经元的数目 那以此来定立出 我们的模型 要长什么样子 好最后 在今天的课程的最后是 在刚刚众多的实验中 你应该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 损失会经过一些瓶颈 在急需的下降 像这个样子 所以经过一些瓶颈 再下降 再瓶颈 再下降 瓶颈下降 瓶颈下降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第一节课已经遇到 就是当我们使用 残差平方核作为 邏輯思维规的损失函数时候 它的偏导函数中间 会出现p乘以1-p的部分 那我们解决方式是 透过改写损失函数 将这个部分约掉 从而让t度实现平稳的下降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的偏导函数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w1的偏导函数里面 同样存在的p乘以1-p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那出现的原因 也很容易想到 因为隐藏层跟输出层中间 我们使用logistic regression 作为函数转换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 我们不太可能透过改写损失函数 达到同样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损失函数 我们的L 我们的式子里面 我们的式子里面 它的这个 它这里 H1 跟O 它要经过一次 跟 这是经过第二次的 这个S function转换 那我们约分 最多只能约掉一个部分 我们当然可以设计出有两个 这个part的这个损失函数 那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 对它是适合 对它就不适合了嘛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不可能再透过 改变损失函数 来这个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因为 它合理的做法是 修改中间层的转换函数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还是用Logicist Regression Output 没有关系 那中间 我们不要再使用Logicist Regression Output 那线性整流函数 这个叫RELU RELU 它首次被提出的时间 已经不可考 那实际开始被大量应用 是中间层的转换 用应用在中间层的转换函数 是这个2012年的ElexNet所开始 ElexNet它可以说是 现代神经网络的开山之座 也就是它 然后揭开了深度学习的热潮 那这边要 这边特别要提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是这个 ILSVRC 那这个比赛 我们会在之后 会再进一步的做这个说明 那在2012年 ElexNet夺冠的时候 这个它大幅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方法 要知道一件事 当2012年的亚军 它的错误率 它的分类错误率也只有25% 但ElexNet它直接降低到了15%以下 那所以说 ElexNet 它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成功 就是值得我们大家 去这个认真学习的部分 那这是ElexNet它2012年 发表的Peper 注意一下 在2012年发表的Peper 到最近 这个2018年6月为止 它已经被引用了2万3千多次 所以可见这篇Peper的重量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篇Peper的作者群里面 是这个Elex跟Hinton 这个Hinton 好像刚刚就出现过了 在这里 Hinton在这里就出现过了 那Hinton在1986年提出了 Back Propagation 在这里 又提出了 这个ElexNet 所以啊 大家 其实Elex 我们现在都教他人工智慧之父 1986年 数学推导方法是他提出来的 2012年 这个重新让这个 揭开深度学习热潮 也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说 那个Hinton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叫他是人工智慧之父 那这个 把中间层的转换函数 改变成Radio的话 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 我们把这个 大于0的数字 把它就直接输出了 就什么都不要改变 那小于0的数字呢 我们就把它 把它 改变成0这样子 那你可以想象一件事 在一个足够深的 神经网路里面 中间一定会经过 非常多次的 Logistic Regulation 转换 那最前面几层的 系数会非常难以训练 因为 每次的过程 过程只要每次 经过一次 Logistic Regulation 转换 就会增加T度消失的风险 什么T度消失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你只要每经过一次的 损失还是转换 在求偏导函数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只要很接近1 或很接近0 那它是不是就会不见 所以 延续过了很多次之后 它很有可能 就会让T度不见 那T度不见 的话 那 那个 权重就不会再更新了 所以这个问题 叫做T度消失问题 这是Deep Learning的经典问题 其实之前做不好的原因 一直都是因为它 那这个问题 一直到2016年才有 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那 这边我们就先不要提它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 reliu 这个函数的效果 使用reliu的导函数非常简单 就是 它当X大于0的时候 它的导函数就是1 就把X移掉 它就生长出1了 那0的话 那它的导函数就是0 那使用reliu作为 转换函数ml预测方程 长成这个样子 那 个人说 那现在只是说 我把这个 H1把它改掉了 把它改reliu 所以说 只有在 求这个 这个L1的导函数的时候 本来 是 H1乘上 H1自己本身 这是X型函数的转换 那现在就变成reliu的导函数了 所以这个 把东西换成reliu 其实改变并不是太大 所以电极式就是使用 建构使用reliu的这个mlp函数 那这个函数 函数就在这里 那我们来想一下 要怎么把 要怎么把这个 把这个之前的过程 把它改掉 那 那练习式的答案就长这个样子 这跟前面非常非常像 唯一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来自己来看一下好了 唯一的差别只有在这里 也就是啊 这个我们在 我们首先啊 我们的这个 我们首先有个reliu function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L1求为分的时候 我们这边使用到了reliu function的这个 对reliu function求为分 然后再把它乘上来 所以我们唯一的不同啊 只有在这里 第一个h1是用reliu function求到了 然后接着在这里 这里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变 然后实际上有一些改变 然后实际上有一些改变 就是这个L1 我们gradientL1把它改成这个reliu function 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我们再看看不同转换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我们在求解的时候 用五个神经元求解 然后它的答案会长什么样子 这个 这个 X跟Y我还没有把它重新再 重新再输入一次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分类边界变得有点这个锯齿状 这个是reliu function典型的一个特征啊 因为它 它有一个这个 大小于0 就把它全部捨去的这个特性 所以说这个 它的分类边界的确会变得稍微稠一点 但是你看它Loss的这个Sequence 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平滑 所以说这个 这个 反向传 就是在这个使用这个reliu function 来做反向传播的话 它实际上 它的效果就是 可以让这个T度下降很平滑 那本次课程 我们介绍了经典的反向传播法 应用于多层感知机的求解过程 并且实际 用其解决一般邏輯思维规较难解决的问题上 那另外传统的统计推论 最大不同的地方在 我们目前掌握了强大的非线性分类器 只要你愿意 它就可以将既有的样本 所有资讯都某种形式记住 然后达到极高的准确度 也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做特征工程 那最后我们留个问题 给大家回答思考 邏輯思维规的神经人构造 邏輯思维规和 那个perception的构造 相似性 让我们选择了 透过堆叠邏輯思维规 打造人工神经网路 那它导函数的性质 由于它导函数的性质 只是让现在神经 深度神经网路大多使用 REDU作为个层之间的神经 的转换函数 那 为什么 我们不要考虑在 个层之间不转换呢 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似乎还是要使用个 这个转换函数 那可不可以就不转换了 不转换就是中间都陷进回归嘛 大家可以理解吧 那另外 在1958年的时候 这个Frank 他提出的这个 转换函数 他提出的这个 perception的这个 output function 其实是step function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使用step function 来做为转换函数 然后不使用 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或使用redu function 来做转换函数呢 这两个问题 就留给大家思考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参与